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继续收看直播环节 看看股市上午收市的情况 上证指数升6点 收报2026点 护心300指数升不够1点 收报2158点 深正城市下跌27点 收报7312点 三大指数今天收市就有个别发展 而上证指数升了0.31%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跟进我们股市收市的情况 这个时候不如看看出了业绩的股份 想看3323中建材 暂时股价向下跌超过1% 部7.29 也想了解业绩内容和一些报告 大行都会出来抢板 看看有关的细节 五中建材都公布了今年首季的业绩 今年首季的盈利5.56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有七成八过外 每股基本盈利就是一日子 期内的营业收入来说超过221亿元 按年增长都有12% 但反而大行大数方面就蛮好 纯利升超过7成八 但大行又说到它就不一样 业绩就顺于市场预期 尤其是负债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不如先讲讲中建材大数方面的情况 升7成八 有些什么障碍的东西 大家要不知道 你看回中建材的首季业绩 你看到其实就看回 当然的你看回很多的水泥股 都公布了首季业绩 甚至是发了营气等等都说到 今年2014年第一季 他们的水泥行业的状况 其实都发现非常良好 主要受惠两个因素 煤炭价格下跌和水泥价格会升 所以同样地中建材 始终都是在这两个因素支持下 盈利能力有个上升的状况在 不过你如果有留意到 就是自从这些消息出来之后 水泥股反而是持续偏弱 甚至是偏远 主要原因就是看回 其实你说水泥价格上升 是要留意和2014年的第一季 和2013年的第一季比较 但是如果你看回2014年的第一季 和2013年的第三季的价格水平 其实大致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在 除了西部地区以外的地区 在追落后的因素下 水泥价格的确是回升了不少 带动到他们第一季 整体的盈利能力有个很激烈的声势 不过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说水泥行业 始终说传统的黄季 都是在第三、第四季那段时间才会来临 始终说如果未来一年 即是未来这一年 2014年 水泥价格都平均维持在这个水平 而煤炭价格没有再进一步下跌 他们增长的速度 未来在第二、第三、第四季 会慢慢地放缓快 所以实际上水泥行业现阶段 都不能够看得太过乐观 再加上中建材 始终最大问题仍然是负债的问题 你见到他们的首桂业绩 见到他们的短期借贷 仍然有个进一步上升的迹象在 这些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因素 我觉得投资者在这方面 仍然是需要加配、小心的 好,我们先看看负债的情况 如你所说,资产负债表方面 正负债比率上升0.7个百分点 去到302%高水平 所以亦有很多大口 基于这个原因 亦比起一个刨书大事的评级 当中李岸德发表了报告 也说到刚刚你提到的情况 因为行政开支多了的情况之下 就影响到盈利表现等等 都想了解那个情况先 负债方面一直都没有好过 其实看一些水泥股 尤其是3323 一直都在说负债问题都非常严重 似乎最坏的情况都没觉 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负债仍然都没解决 怎样去部署 是否暂时都不要变回它 大家有什么留意在负债水平方面 的确是没错的 因为你始终说3323 只是他们的正负债都 几千亿元人民币 这方面的确会令人比较困扰 因为几千亿元的负债 只是5厘的利息等等 都几亿元人民币的利息开支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而最重要就是 影响段你看到他们首贵业绩 正负债水平300多百分点 但是公司之前也有消息说到 目标将他们的正负债 可以削到到250% 究竟是好还是坏 首先留意 就算他们能够成功削到 正负债到250% 250%的正负债比率 绝对是属于一些高的水平 这个不明朗因素 仍然是未消除 再加上究竟是否真的能够 削到正负债到250% 是有一个难度在 因为你见到他们的利息开支 仍然是比较沉重 你今次在他们的首贵业绩上面 都见到 其实整体仍然 他们的负债水平 仍然是未见到 有个明显改善的迹象在 所以你说之前 之前市场传他们的正负债比率 会有机会下降的因素 会不会消除 首先这里应会成为股价的 一个不明朗因素 另外就说到 公司会说到未来资本开支 会有机会削减50% 那自己来看 的确是有可能的 因为始终在现阶段 内地在水泥行业 要开一些新的生产线 也都比较难 中国建材在之前那段时间 的确拼购了很多的水泥厂 未来来来说 不需要再积极地去扩充他们的产能 但是会留意 如果产能不扩充的话 水泥价仍然维持着这个水平 未来来来说他们的盈利能力 未必有个很强劲的增长在 那现金流能不能够足以 令到他们的负债慢慢去减轻 这方面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难度 所以我觉得中建材未来来说 股价其实仍然是有很大的下调压力 好的 都和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水泥股方面这一刻的造价 好 看看阿飞海洛 暂时来说 跌近四毫指部78.7 中现财跌近九仙跌幅超过1% 滑水泥跌近九仙部5.36 中财股份上升一仙部1.49 今月下跌1仙部5.46 亚洲水泥跌得比较急 跌半程那么多 去到5.67 跌2.9 山水水泥来说 跌1.6部2.99 水泥跌1仙 天水水泥无声跌2.2 不如和我们部署 水泥股方面的股价走势 刚刚也提到就是中现财分业绩 仍然都是首群负债的情况 超过300多% 看看股价先 暂时偏远到7.29 刚刚提到有些比较小的水泥股 就比较显著 如何看回刚刚最新的表现 以及3323方面 大家有什么要留意呢 在价位上 整个水泥行业 我觉得你现阶段的部署策略 我其实都建议大家 不要先沾手这个版块 因为一直都说到这个行业 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所以如果要选择的一些龙头 会相对比较优势 一直以来讲龙头 华润水泥 中国建材和安徽海洛 但是你看回这三只龙头 真的各有各的问题 华润水泥 整个华润系 近期大家都知道 都出现高层一些变动等等的问题 短期来讲会影响股价表现 安徽海洛受到A加X股的问题 A股的日价真的相对比较大 令到近期来讲 股价压力也相对比较高 至于中国建材同样地 始终都是负债问题 你见到他们的首桂业绩 亦都见到负债问题 仍然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的确是小心一点 这些位置的博反弹 就绝对不建议的 至于一些小价的水泥股 之前的业绩的不错 但动度都表现得良好 但是近期来讲 都见到有个股压力度在 所以我觉得整个版块 是需要加倍小心的 以中国建材为例 如果有货外投资者 现阶段要小心一点 比较关键的支持位 看大约7.2这些位置 你看整个技术走势 如果跌穿7.2这些位置 试回之前的低位 6.65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就要做好风险管理 可能要考虑将止舍位 设置7.2这些位置 真的跌穿的话 可能要考虑先行止舍离场 好 刚刚报版的时候 都见到7.43 周水泥 跌得比较急 跌超过半成 都见到他就出了业绩 他们公布回 截至3月底 首季的纯利上升 有13.7倍 去到1.26亿人民币 期内收入就是16.01亿元 按年上升超过两成 他们期内的税前日历 有1.85亿元 大家都可以留意 谢谢Anno 在水泥股方面的分析 我们节目时间有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直播 《华人之间》 观众不要走开 一会儿 在水泥股方面的 在水泥股方面的